韩国汗针墓是种宣称可以透过汗线流通 让身体充分循环来达到排毒墓地的场所 皮农有业者特地引进汗针设备 在汗针房内温度设定高于人体正常温度的恒温40度左右 这种利用高温可以轻松排汗的方式 受到许多消费者庆来 因为平常的流汗其实真的都没办法那么多 因为现在的人很少在运动 可是进来这边之后就真的可以排毒 因为深层的汗平常我们靠运动也没办法完完全全代谢出来 所以从汗针墓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还蛮舒服的 出来之后感觉是跟运动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跑马拉松嘛 那跟那个运动后的流汗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有点真的是非常深层的逼出你那些汗 你可能在这边出来之后必须在这边休息 可能一个小时之后你还在流汗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 要达到最好的效果 要在汗针房内休息50分钟 大多数的人会觉得大量流汗后 全身爽快且轻松也能提升代谢 业者表示当初因为母亲身体不好 透过热疗改善状况 她才开始研究热疗的方式 发现韩国人很喜欢汗针热疗 但在台湾汗针房并不多 于是她便引进设备 并在汗针房内加了秘密武器 汗针房的特色里面主要用的就是喜马拉雅山的玫瑰盐 还有山东的扁石 那还有那整间从墙面天花板到地板下面全部都先铺满 有硅藻土电气石还有负离子粉这些东西 所以说这些东西它经过高温加热之后 它会释放出高浓度的负离子 所以不管对于我们的皮肤或者是呼吸系统 它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有顾客体验后觉得这样的热疗方式 能改善睡眠品质 现在定期的未来报道 因为我们的年费比较多了 没睡觉 我如果来这里不用吃安眠药 睡整个月 我都去美食五十分只有一点钟 我如果出来了都流光流两点钟 业者说在汗针过程中 能够排出体内的代谢肺部 现场会提供能量水 让顾客适时补充水分 由于从汗针房出来后 多数人会持续排汗一个小时 因此特别设了一个宽敞的区域 让顾客能休息收汗 虽然屏东天气很热 但试过汗针方式排汗的顾客 都会变成主顾客 透过定期汗针 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 屏东新闻张如荫 张志豪采访报道